电弧焊电源实质上是用来进行电弧放电的电源 焊条电弧焊电源必须具有下降的外特性 工艺和结构上还要求焊接电源具有适当的空载电压 容易引弧 同时根据不同直径的焊条 不同的焊接位置来调节焊接电流 并保证短路电流不大于额定电流的1.5倍 此外还能维持不同功率的电弧稳定燃烧 满足消耗电能少 使用安全容易维护等要求 变弧焊电源按照输出电流的性质可分为直流电源和焊流电源两大类 按电源的结构不同又可分为 弧焊变压器 弧焊整流器 和逆变电源等三种类型 浮焊变压器 交流浮焊机是由变压器和电抗器两部分组成 一般接单向电源 其基本原理是 通过变压器达到焊接所需要的空载电压 并经过电抗器来获得下降的外特性 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几种常用的浮焊变压器 BX500形浮焊变压器 BX500形浮焊变压器 其结构属于串联电抗器类型 主要特点是 依靠电抗器的感抗压降 而获得下降的外特性 构造和性能 该浮焊变压器的电抗器 也与变压器之上 在同一体壳内成为一个整体 该浮焊变压器 在铁芯上部装有可动铁芯 通过运转手柄 改变它与固定铁芯的间隙大小 来实现调节电流大小的目的 BX500形浮焊变压器 型号中的B表示焊接变压器 X表示焊接电源的外特性 为下降的外特性 500表示额定焊接电流为500A 浮焊变压器的技术数据 常用额定值的概念来标明 如额定电流 额定工作电压 额定负载持续率等 所谓额定值 是指对产品规定的使用限额 按规定值使用设备 最经济合理安全可靠 既充分利用了设备 都保证了设备的正常使用寿命 超过额定值工作时 称为过载 严重过载将损坏设备 反之 低于额定值过多工作时 虽保证了安全 但设备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电流调节 电流调节是借助转动 弧汗变压器壳外部的手柄 通过裸杆进出 来改变可动铁芯 与固定铁芯之间的间隙 而获得的 可动铁芯外移 电隙增大 杆抗下降 电流增大 反之 活动铁芯内移 电流减小 此外 该弧汗变压器 具有结构紧凑 节省材料 效率高等优点 但由于铁芯振动大 在小电流汗接时 汗接电流不稳定 BXE330型 弧汗变压器 结构及性能 结构属于 动铁芯增强 漏瓷式类型 其结构特点 是在口字形 静铁芯的中间部位 增加了一个可动铁芯 主要是作为瓷分路 以增加漏抗 从而获得下降的外特性 BXE330型 互汗变压器 型号中的B 表示焊接变压器 X表示焊接电源外特性 为下降的外特性 E表示该系列产品中的序号属于动铁式 330表示 额定电流为330A 电流调节 电流调节分为粗条和细条两种 电流的粗条是依靠改变二次侧线圈的杂数 以改变接线板的连接绿号来实现的 当连接片接一位置时 电流较大 调节范围为160-450A 电流的细条节是通过转动 螺杆来移动铁心 以改变变压器的漏磁来实现的 当动铁心外移时 磁组增大 磁分路作用减小 漏抗也就减小 所以电流增大 反之 当动铁心内移时 电流减小 BX300形浮汗变压器 结构和性能 BX300形浮汗变压器 如图所示 结构属于动圈式 这种浮汗变压器 为单向供电式 其依次侧绕组 被分成杂数相等的两部分 固定在一支高而窄的口字型铁心的 两铁心柱的底部 二次侧绕组也分成两部分 分别套装在两铁心柱的上部 并固定在非导磁材料做成的 可动支架板上 可以利用手柄 使两个二次侧绕组 同时沿铁心柱做上下移动 以改变一次侧绕组和二次侧绕组之间的距离 即改变它们之间的漏炕大小 从而改变焊接电流的大小 电流调节 电流的粗条 是通过改变依次侧绕组的接线方法来实现的 当转换开关的手柄箭头 转向接法1时 依次侧绕组 各自分别接成串联 空载电压为75V 焊接电流调节范围为 40至125A 当转换开关的手柄箭头 转向接法2时 则二次侧绕组 各自分别接成并联 空载电压为30V 焊接电流调节范围为 115至400A 在上述两种接法中 都可以利用转动手柄 改变一次侧二次侧绕组的间距 来进行电流细调节 当一次侧二次侧绕组间距越大 两者间漏瓷通越越大 由于漏瓷增加 因此焊接电流减小 反之 一次侧二次侧绕组间距距越小 漏瓷就越小 由于漏瓷减小 而使焊接电流增加 1. 虎瓷变压器应放置于通风良好干燥的地方 在露天作业时 必须妥善盖好 以防雨、雪、灰尘的侵入 同时也要考虑通风问题 2. 注意配电系统开关、溶丝、导线绝缘、导线截面及网络电源功率等是否符合要求 3. 在湖瓷变压器接入网络前 必须注意两者的电压是否相等 4. 湖瓷变压器外壳应有良好的接地 5. 核上开关前 应检查湖瓷变压器各部分接线是否正确 电线接头要接触良好 不得有松动 特别要注意 汉前与汉剑不得接触 以防短路